Hello 大家好 我是Villery 那其實算一算好像有快兩個月時間沒有做出來跟大家好好聊個天錄影 因為前陣子其實我就做了我的雙眼皮重修 然後剛好前陣子生活比較忙一點 自從我上次雙眼皮影片發布以後 其實我一直有收到還蠻多私訊 就是問我關於醫生的問題 那之前我在我的那個information box那裡有提到說 因為那支影片就是縫雙眼皮那支影片 它並不是業配 然後我也沒有想說要真的幫這個醫生推廣之類的 因為我也不確定這個醫生的技術到底是不是好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請你們就是 如果想要知道是哪個醫生的可以就是私訊我 就不想要在下面公開給大家 那其實我上次縫完啊 大概是滿15天我就發了影片 那那個時候的眼皮狀況其實我自己是算是滿意的 就我有回去看那個影片 呃那個寬度其實還算是我可以接受範圍 但不知道怎麼了就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然後我那個影片裡面的霜皮就掉到一個幾乎像是沒有封的樣子 所以我就還蠻緊張嘛 因為畢竟也花了一筆錢就是整形 然後也痛了 結果出來之後結果並不是很滿意 那我就趕快就是跟我的諮詢師聯絡 然後請他幫我約醫生 因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整形醫師都這樣啦 但我覺得這個醫生有點難約 就是我記得我是六月初的時候去 嗯該怎麼說去跟醫生附診 然後我的重胸手術呢是安排在7月29號 所以就整整是一個月過後 那那個時候的眼皮狀況真的已經像是完全沒有縫 然後拍影片的時候我還又垂去貼了雙眼皮貼 所以就是覺得自己那時候白受罪的那種感覺 今天是9月14號 那我是7月底日重修的 算8月好了 所以算是滿一個半月 我現在眼皮狀況是滿一個半月的眼睛 其實我覺得還滿滿意的啦 就是目前為止它降的高度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但必須說跟上個月比起來真的又降的滿多的 就是不知道它過了兩個月之後 又會不會再繼續降下去 那如果有 就是又變我原本的樣子 我再給你們分享 但目前為止我看起來是 就是還算滿滿意的 嗯 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有稍微一點糾結說 要不要再痛一次 但這次重修其實還滿出乎我意料 就是幾乎沒有什麼腫脹的感覺 而且大概到第三天 我就可以很正常的見人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如果沒有去特別提到 他們也沒有發現我就做過雙皮的重修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可能第一次嘗試整形 然後失敗了 我覺得重修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然後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這個醫生 他的技術好不好 然後到底推不推薦 但是我必須說我重修過後的那整個禮拜 在復原期狀況都還滿好的 就比起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 非常腫到非常嚴重的樣子 我幾乎是沒有什麼外傷 但因為上次封霜的影片 我就已經有稍微跟你們聊過 就是他在修復的過程 所以我這次就沒有很細心的在錄影片 對過期間 我幾乎每天都有用instagram的限制動態 稍微記錄一下 然後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限制動態的精選 有一個是蒜皮重修的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復原狀況 然後其實我覺得還滿神奇的 可是如果我沒有幾乎在那個精選一張張看的話 我不會發現其實腫脹的程度 就消得這麼快 就第一天第二天真的是還滿重的 但到第三天四五六七八之後 我就算是還滿正常的 而且那個行徑 就重修過後那個行徑差不多定型了 我覺得還滿 我覺得我還滿慶幸我自己這次做重修的啦 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影片的最後再稍微小小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那時候我跟醫生討論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說我喜歡看起來比較寬 然後比較深邃的眼皮 就我不想要縫起來太自然 自然到好像就跟我之前貼霜的皮貼一樣 那樣子我不想要 就是我想要 既然都要動到了 既然都要縫了 我就想要看起來明顯一點 然後其實第一次縫的時候 醫生就有特別幫我縫寬一點 但殊不知呢 因為我的眼皮很長期的貼雙眼皮貼 所以其實做到眼皮已經有點鬆弛了 我覺得我第一次會失敗 又很大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我的眼皮 就是鬆弛的程度有點嚴重 所以他眼皮就會一直掉下來掉下來 然後蓋住那個雙眼皮的折線這樣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眼皮沒什麼脂肪 但是貼雙眼皮貼貼很多年 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覺到眼皮在鬆弛的情況下 你可以跟醫生討論說 在安全的範圍裡面縫到最高 因為我第二次重學 我醫生就是這樣跟我講的 他說他其實第一次已經冒很高了 就是殊不知沒有更像眼皮掉下來的程度 我也沒有很具體的跟他討論說 到底要縫多少眼淚 他就是幫我在安全的範圍裡面縫到最高 然後出來的效果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那就差不多就這樣啦 然後啊對我想到 就是後來在我第一次縫雙眼皮之後 我就去做醫美手術 就是我去打雷射 然後那個諮詢師看到我的眼睛 他就問我說是不是就縫雙眼皮 我就說對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自己其實沒有很滿意那個高度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他自己之前 就他自己天生的雙眼皮 也因為就是年紀慢慢增長嘛 然後眼皮慢慢掉下來 他有建議我說如果 呃如果我不想要再重修再動次到的話 可以去打打看他們家的眼周電波還是什麼的 呃 就一個眼周拉鐵的醫美項目啦 但是因為那個醫美項目 算了算要六萬多塊 那我就想說還是先去重修看看好了 就是六萬塊也不是這樣隨便亂花的 那就是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去試試看就是眼周拉鐵 因為我看我那個諮詢師的眼皮的前後對比照 我覺得效果還滿驚人的啦 就如果不想要再動刀的話 那我自己想說過一段時間 如果就是眼睛的狀況真的沒有改善的話 我可能也會嘗試看看就是眼周拉鐵的部分 就是隨著年紀眼周的保養跟照顧 真的是還滿重要的 呃那就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雙眼皮重修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或是可以去Instagram Inbox給我 那因為YouTube的留言我比較不容易看到 那就是如果真的有什麼很想知道的事情 我覺得Instagram Inbox我會比較快 那前陣子那個生活上的混亂改靈比較降低了 那我現在會回來就是好好的 一個禮拜發布一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掰掰 掰掰